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家的退化 有位丈夫每天下班回家 只顾得吃饭看电视 从不帮忙做家事 她太太埋怨说 你这么懒都快变成猪了 丈夫从容不迫地回答 家这个字 不就是在屋顶下有一只猪 没有猪还能称为家吗 其实根据周法高所写的经文护灵 中顶文上的古字 家应当写成是这样 那是指在屋顶下 有一个天 还有一个父亲 为什么古文要写 要写屋顶下有一个父 作为家呢 许多文字学家都想不透 以后这个家 又有写成 像这样 在屋顶下 有一个男人 又有一个女人 这就说明了 中国人 有可能 本来就相信 上帝是天父 家是 以天父为主的世界 但以后 人们将上帝遗忘了 最后 夫妻两个人 都变成了一只猪 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为的是要让一男一女 彼此相爱 遵从从上帝来的丰富 建立一个温暖和谐的环境 好将儿女抚养成人 不但家中应当充满着快乐 但 今天 人顺着肉体的情欲 越来越偏离神的道 家里面反而充满了混乱 暴力 和不道德的事 甚至孩子们 也把从学校中 所教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 不正确的观念 带回到家中 好想 同性恋是正常 性的开放是进步的 传统的观念 都应当平气 以前最保守的 美国迪斯奈的企业 渐渐也变成反对基督教 推动同性恋的大本营 他们所拥有的 ABC的电视台 成了推动同性恋的机关 每一年 在迪斯赖乐园 他们举办同性恋日 他们所制作的电影 充满了对基督教的讽刺和污蔑 其他的大公司 像 AT&T GeneralMoto 福特公司 Facebook 也相行效仿地举办 各样同性恋的活动 出版同性恋的杂志 在2002年 美国只有13家公司 支持同性恋 到了2010年 就变成305家公司赞助 这一种刨传统价值观 根的工作 已经骗击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 整个美国的社会 都在日趋下流的红涛中 身为基督徒 我们有维护传统道德的责任 不然我们的下一代 将变得更坏 更失丧 请你留意 你的孩子他们的信仰 和他们所接触的媒体 不要中了毒 而不查救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要勤快一点 不要回到家 就变成了猪 我们要邀请天父 回到我们的家中 让他成为我们一家之主 这个才是家的本意 谢谢